亲友们早上好,我是四郎,象棋解说界的一朵奇葩 这一局是由棋友超级杰哥的日常点播的 本局选自04年的一个擂台赛 首类的两人是岭南双雄 攻类的一方进入决赛的有两人 一位是象棋大师刘宗泽 他对阵阳城大帅吕钦 另一组就是今天要讲的 军长张深宏对阵许云川 这应该算是个表演赛 因此这把许仙也是放开了 来咱们开始 上连双方以中炮过客军队 平风马进七边开局 这种杀起来比较激烈 黑平炮对局 红压马黑退边炮 红方马八进七 对手捕势 军长走五九炮 许仙出直鞠 红方也出 黑平炮打鞠 躲 黑方将马往上窜 想要充足踩鞠 如果捉炮 黑方还是回马来打 躲鞠再跳马 无限循环了 所以只能变招 红方是炮击中阻一将 这太嚣张了得管 踩掉 红方吃马 这里再充足就踩不到鞠了 黑方的关招是浸泡打兵 许仙抬头一看周围 好几百双眼睛盯着他 那我就别走关招了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弃子攻杀 他走的是足七进一 这里吃掉 黑方虎口陷马 之后就是红方踩马 黑方打底下 这样咱们先把个小疑问 解答一下 黑方这里是不能先打马的 红方吃炮 黑方踩刷是吧 红方可以凌空送鞠啊 不敢吃 打底下闷死了 你躲鞠他就逃炮了 这种走法 红方优势挺大 实战许仙直接弃掉 踩着两个 肯定要吃啊 黑打向江 上市 之后黑方走了一招 很重要的棋 就是进炮顶鞠 你要是走别的 那红方的鞠可就上去了 这个顺势是对的 那下一步黑方有可能会分鞭炮 下底鞠 军长进炮打鞭足 就是说你没有时间分鞭炮 我会跟你对子啊 这就过不去了 因此直接下底 现在要打底式抽鞠怎么办 红方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往回蹦 对踩 军长选择第二种 不像 鞠抽到了 而且还踩炮 之后许仙就左右折 把两个式给打了 这个思路队 要是退两步抽马 那就坏了 红方已经多子 就给你呗 若是你打掉他又朝上跳 那你黑方这个鞠炮分家了 没有攻势 红方再往右一蹦就不得了了 得回了狮子呢也没用 这里打势正招 这是鞠在江啊 电势接着打 还是打劲 电马电象 属于白丢啊 依然能打 上老帅属于骗自己 这里只能说回马 踩鞠 只此一招啊 黑方打掉 踩了 吃马 那这一通折腾啊 黑方不但得回了狮子 还把红方 双势一向弄没了 但你以为 黑方就占优了吗 并没有啊 红方的兵太多了 军长又吃了一个 这打持久战 对黑方可是不利 取先进鞠捉马 红方朝上跳 保护中向 黑方甩炮 叫杀 先重炮 再用鞠江 两步 那只能去抓后炮了 但是这个骑行所致 黑方有个巧手 重炮来打 不敢吃 黑方能抽鞠 你没有事啊 这老出来赤裸裸的 红方不能吃就躲呗 对了有个事没说啊 红方不能用鞠来吃足啊 黑方一摆炮就完了 无解之奇 这个小足吧 得给炮留着 红方挪到这 你再摆炮 红方就打足 跟你对 那许贤就冲下来 还是要平炮 军长只好退鞠 一旦摆炮就过来跟 这骑能杀不死 黑方鞠江 上帅 退回来 捉炮 红方不沉底的后退 要放中间 黑方补向 此时红方把这个兵送掉了 就是说你直接吃兵嘛 那我红方就平炮挡鞠 挡住之后 黑方这个炮就要危险了 一抓就死 你要是把这鞠平过来呢 那我红方还能打个鞭足 黑方俩炮没法分鞭 来看实战 军长这一送兵 许贤不吃 他进去捉马 得保持这个具灵活 随从打僵啊 红方朝上跳 要是现在踩兵 红方可以再跳 寻找卧槽点 这个骑黑方有点缓 高手过招 胜负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许贤不吃 平炮 叫杀 红方唯有跟后炮 黑方炮就平二 有杀棋了 可不能乱走了 黑方会打一将 退老帅 再甩炮 下底就没 红方只能这样 看住后炮 但是人家黑方要是平鞠呢 这依然是解不掉吧 那咱们就想 假设红方这个鞠 要是能平过来抓后炮的话 这个棋可以化解 好了 知道了这个 咱们再看实战 取先准备成杀 军长走的是飞龙在天 非常的精准 这个局可以平了 再来那一套就不成立了 那咱们就不用再展示了 黑方接着调整 平炮 叫杀 红方肯定要追着后炮不放啊 黑方顺手牵羊把象宰了 接下来就是扫兵啊 反正对手也不敢去吃炮 那这里应该怎么走呢 应该说跳马 踩鞠不错 黑方要是吃兵 红方就打鞭足 你吃炮 红方也吃炮 来看实战 现场军长是躲的兵 暂时来看问题不大 徐仙重炮打鞠 躲 再平炮叫杀 那还得跟后炮啊 再用炮打 不敢吃躲 黑方这样叫杀 跟后炮 平 跟 躲 哎 现在没有杀棋了 红方终于能够走一招 自己想走的了 其实他最想的是跳马 踩鞠 但是黑方肯定会这样来捉马 红方的兵呢也没法往下冲 因此他在这儿啊 玩了个引离战术 冲了兵 等着你黑方吃 许仙一顿计算 吃的这个 红方朝上跳 卧槽有杀棋啊 黑方过来跟 你看这个局的位置没法打僵了 这也是红方想达到的效果 现在捉着马 红进局看一下 下一步要卧槽 黑方撑个室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红方能不能去挂脚啊 并不好 黑方就出将 下一步不是踩马 你这个局啊 想甩过来做点文章 门都没有 人家黑方一落室 就亮出老将了 踩着马不说 这局还能僵了 那纯纯把自己坑了 着急挂脚呢 没有后招 现场军长是向下冲兵 这个队啊 黑方先补一手 红加中炮 好像有点齐了 许仙 重炮将 反正没有杀棋 没必要电局了 退老帅 这黑方可怎么办呢 一会儿红方濒临城下了 你这局呢 也不敢离开 走了红方挂脚啊 往哪边躲 都是平炮杀 有这么个隐患在这 所以许仙这招出将呢 也是势在必行了 下一步可以吃兵什么的 红旗不管了 他走了招马六退伍 有想法 黑方吃兵叫杀 下底就没了 红方来了一套解杀还杀 平炮将 回将 朝上跳马 卧槽就没了 黑方 居将 电炮 再来个退炮 解杀 那红方也是卧槽啊 出将 居将 电炮 跳马 准备强行换掉 黑方也没躲 他沉底 可以打他呀 这还有这么一手 这还不能直接用鞠砍 黑方有个浸泡一将 他还是没 都有后手 红方只好去踩炮 黑方 黑方用势来调 接下来呀 军长把势砍了 那家里的炮肯定是丢了 咱们简单猜一下 这个平局宝炮会怎么样 黑方打掉 只能吃吧 黑退居抓兵 看红方咋选呗 第一种就是砍势 黑方杀兵将 躲 再吃个兵 这足处能过河呀 红方家里光杆 明显大优 第二种 红方把这兵冲下来 那就先吃他 下底将是抽狙呀 肯定要逃 砍势就抽兵 宝兵 也是平局将 躲 进足 你冲兵抓足 黑方也不跟你换呢 这个棋还是黑方厉害 顾俩兵也没用 老帅光定 防御太弱 刚才说了一下 平局宝炮的变化 没啥用 全弄完也是黑方占优 当时军长拼了 砍势将 回将 再把狙拽回来 黑方持炮 红方 抓 躲炮 砍势 许仙开始转移 把炮撤回到巷口 用狙将 上帅 再来一下 后退 抓兵 冲起来 将军 躲 吃兵 红方兵贵神速 黑方浸泡沉底 一招毙命 至此军长认输 红方顽强点 可以这样 别住向腿 那就往这边飞 准备海底捞月 狙将 上将 进兵 黑方呢 下底掏 上帅 平炮 打狙 他只能用兵来挡 这个时候啊 黑方退三步 跟这个编兵一条线 那现在是白脸杀 红方只能硬将 黑方打掉 红方吃炮 躲 不管他接下来怎么走 黑方都是吃兵 这个小卒能保住 黑方必胜了 这就是这番棋 那个四郎已经饿完了 我得去吃饭了 咱们下期再见 对了 不要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